而不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其中有一位台铁列车厂就因为在执勤 他没有办法去现场 但他举动感动很多人 列车停靠时 列车长就广播 先说人潮众多 请大家要体让后 接着就说祝福红中秋一路好走 而挤满人的车厢内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海盗亭中秋聚集25万人 但不少民众因工作无法参加 心迹声援红中秋的还包括一位台铁列车长 3号晚间凯道活动结束之后 有许多民众搭乘台铁的驱车车回家 而其中一列驱车车车长说了一句话 让全车厢响起热烈的掌声 到底是什么话让全车乘客鼓掌叫好 这位列车长在广播时 先说了因人潮众多 请大家优先礼让座位的话后 没想到沉默数秒又冒出了一句 祝福红中秋一路好走 当下爆满的车厢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当然一定会鼓掌 因为说到他是蛮可怜的 在精神上我是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这可能这时候刚好是这时候那个的氛围 不只坚守岗位 也关心红中秋往死 获得民众满汤菜 对此台铁当局不用回应 只说这是员工私人行为 红中秋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对于当兵竟被操到死 社会给予他祝福和红家人支持 也展现了台湾处处有温情 中天新闻 吴嘉文黄之澳台北参访报道